它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它這三代通常嘛 剛才你後面就是設計給你的小朋友 他們做的 有時候不可能畫到這個大聲 它會直接貼心 你看 它有一個第三排做工畫功能 我按下去喔 歐爺 你這樣後面有聽到嗎 歐 歐 一大聲啦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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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們公司進這一台 它顯示上個月的事情 上個月那一台 馬上上網 馬上上架 馬上收定下架 影片還在製作的當中 有出力了解 那是熱門啊 七人做MVP 三代同堂 最近又傻 有好遊戲 功能又多 這是完全日系車特別越來 所以說 這一次緊急在加購這一台進來 這不簡單 我說真的 真的現在要單頭就不太多 而且後架是 比這一台DIP版本 大概要落在150萬以上 好一次新車展現你就知道 啊 會還好 這一次最主要的 講對於上一次影片 介紹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它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開車子就更多面 可以再加購買 這車可以收到你 就看一下前面 比較有特色的日行燈 以前如果 七人做MPV的這一款車 其實網友常常來比較 如果現在Odyssey還在的話 或者是Toyota的Pravia 它還在的話 它們應該是屬於同一個級距 其實我覺得 當中的Custin 應該會被Custin一拳打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科技是這樣 世界就是在強調節能減碳 排氣量低 然後配個渦輪 這是現在世界的汽車 應該是主要啦 剛才說的那兩版 日系的農家科技 停留在自然進氣2.4排氣量 這15的沒力了 過一台渦輪 這給你就已經來到了170匹馬力 扭力時不緊 這應該將近快28點多啦 這個後面我真的太喜歡了 你出去看一下喔 它後面是做LED的光條貫穿式的 現在是很多新的進口車 都有做這種貫穿式的後尾燈 真的很漂亮 這一款車喔 你看它的它七人座 它個別三排的那個空間配置 我覺得這樣空間很大耶 而且頂級版本是配左右兩邊的那個電動測滑門 電動測滑門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聽的配配 從以前我們家客庫就是深啦 但是很窄啦 窄你就是開門的空間 就說我們電車 電車沒人的空間 那測滑門你看看 它出來就是這樣 這個公分度應該不到10公分嘛 那就不會占空間啦 還有一個超級超級超級 我理想的功能 你看看喔 假設我今天包的一個箱子 很重的箱子 哇我設施 你的口袋這樣 靠近 1 2 3 4 開開 有沒有 它是電動感應式的喔 不是像以前說的 腳踢腳在那裡 拉到那裡是要拉到那裡 拉不到 腳比較短的 或者是不知道它的雷達在那裡 它是直接這樣子感應 你鑰匙靠近上鎖 鑰匙靠近1.5公尺內 它就自動打開它的電動感應後面 然後還有測滑門 我再試一試看 不是那一種車 你要盒子用 你這樣靠近 然後我的鑰匙在口袋上面 我怎麼去開啊 你只要靠近這種情況下 它感應到這種情況下 你看喔 它閃燈了喔 大概5秒鐘的時間 它就打開了 這樣就直接打開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OK 簡易餐桌杯架 這個我也超喜歡的 放手機的地方 然後它真的很貼心耶 你看一下 USB的充電插座 然後手機下去之後 它就無線的那個QI的充電 這真的很舒服耶 你試試看 如果以標準的MVV 前兩座電動椅已經很扯了 它這個連中台這一座的座椅 都是電動的 而且喔 現在我屁股跟背部是涼涼的喔 因為它有附 通風 台灣通風雨 真的很舒服耶 我不會幫你騰擇 電動椅不太會有機會用到啦 對不對 扛腳趁著 你這個一定要通風雨 後面坐著的人這樣 才會舒服 這一組完全電動的 它不只只有前後喔 而且它還有左右 比如說 小朋友要連著媽媽 你也可以跟兩個 鵝仔自己 如果靠近這樣來喔 它可以依靠著媽媽 依靠著阿嬤這樣子睡覺 車太多 我都坐在身上 有時候都是要自己去摸索 你注意看一下喔 那這邊座椅啊 我以為是記憶式的電動座椅 但是它是三組記憶式的休閒模式 第一組是那個重置的 中間這個一阿 就是休閒啦 休閒的是傾斜角度 可能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往進那個手 第二組 這組叫做睡眠模式啊 它整個更平躺了喔 它是比較往正中間套攏過去喔 它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你這三代同堂嘛 剛才你後面就是 設計給你的小朋友他們做的 有時候不可能畫到這個大聲 它會直接貼心 你看喔 它有一個第三排做通話功能 我按下去喔 喂 你這樣後面不聽到嗎 喔 喔 這大聲啊 你也要小聲啊 我超人的啊 那這個功能喔 有時候你第三排的小朋友 他中午不睡覺了啊 你可以訓示他一下 趕快休息啊 快到台中了 我們到麗寶去玩了呢 不睡覺不讓你們去玩喔 這邊是一個大天窗 這個是幾彎天窗 你看星星月亮太陽 它沒有辦法打開啦 這個座位齁 喔 169.6 實際的喔 沒有在用170 你看一下這個後座 真的可以坐人 它的座椅配置是223 其實我也是建議後面坐兩個人 因為你中間如果要坐人的話 可能就是 比較花錢的小人啊 小朋友 很貼心喔 你看它後面還有自己單獨的 出風的開關 而且還有一個很貼心的那個 USB重電插座 杯架 兩邊都有 這會跟培莉亞和歐德士 拿爆 可以爆 我們彈一彈它裡面整體的感覺齁 我說真的在這個 平底的這個 跑車的方向盤齁 它都配到完整的Level 2了啦 那邊 跟車啦 自動煞車車道偏移啦 車道維持啦 盲點針車一些主被動 還有離你口口很多啦 就算是陽春那一版的 它也有配置這些東西啦 這支VIPA 前兩座它是技術式的電動員 而且它有通風跟電熱的功能 我剛才說過了嘛 通風在台灣真的很需要啦 電熱也沒對啦 電熱頂到的霸王含有的 我們幾歲啦 一四人 然後數位儀表板 已成數 現在剛才找到一個萬華 新車現在 排隊 排到變成了 我們已經有中主車了 現車不用等 而且又有十幾萬的折扣 現在的共通點別再說了 它這個齁 現在先核桃木又不是 它這個 你說黑枕木 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覺得很有質感的啦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會比較配合它的氣氛燈 然後前面也有 有無線QI充電 iQO 它這個現在排檔都用成這種電子線排 然後各有各的特色啦 你想伏特就是旋鈕式的嘛 它這個按壓式的 用氣的 感覺電腦這樣比較適用 那中間這邊有一個駕駛模式 駕駛模式分很多種啦 Smart 聰明 ECO 節能 寒風 寒風舒適 Sport 運動要求人順利 你就挑Sport 一個比較相似 好 然後電子手煞車 Auto Hall 接駁輔助系統 它有配置原廠的導航 然後卡布列系統 我個人感覺它的空間 因為早期培里亞跟歐斯 我還沒這麼多啦 我感覺它的空間沒有輸入 而且整體裡面的這些構造 我感覺就是一台高階的車子 現在這種像 Vravia Alpha 那都兩百萬三百萬 變過的車 這新車再一個多少 這台VIP版本 新車材147萬 你叩叩給你用一種 給你叩叩用一種 也百貨而已 百貨就有這170匹馬力 三代同廠的七人座 真的不簡單 每一個消費者最注重的還是 價格便不便宜 我們這台 里程目前一萬四千兩百二十公里 騙了喔 原廠寶固新車寶固中 這台還沒一年喔 它要到明年的一月底 才有滿一年的車子 在今年的七月底 這原廠一萬 每一萬公里保養一次嘛 所以 下一次的保養里程 就是兩萬公里 這邊都要貼一張原廠的 保養紀錄貼紙 這台車我們今天優惠給五甲汽車的 任何網路平台上面 你拿來你只要是我們的粉絲 我們就是直接優惠 一百三十二萬 你上網都可以去查得到喔 現在目前的這個年份Custom VIP等級 平均售價都差不多得一百三十六支 一百三十九 你給你查 查了你就知道不要說我給你下查 這台車就是這台車賣給你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點個讚 然後追蹤 然後開始優惠小鈴鐺 讓我們知道你喜歡我們 無甲汽車的網路相關的這些頻道 好 這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 二手好車 靜在 無甲汽車